一旦下命令就能夠執行 所以政治的核心是執行力 不是喊口號 就是說我如果要下這個命令下去 就能夠執行 基隆市長林宥昌在記者會回應 柯文哲市長終於肯聽我的話 把傳統市場這個最大的防疫破口補起來 雖然慢了一個星期 不過亡羊補牢比什麼都不做好 請問市長如何看 會覺得林宥昌市長在為2022的北市搶攻嗎 執政還是要考量那個成本效益 事實上 其實我們在過去 三個禮拜當中 其實 現在事後去看 5月24號、25號那兩天其實是非常危急 因為當時我們的救護車在馬路上跑來跑去 沒有辦法送進 把病人送進急診處 一天有三次機期 所以事實上 我們一開始要先建立醫院 醫院的系統要擴張 這不是說你 你說變他就變 醫院還有防疫旅館你想想看 在我們在短短的 兩三個禮拜裡面 從零床變 現在可以用了 1800你知道 所以是有輕重反擊 當然在台北市 你知道我們的市場感染好像不是 阻力 我們一開始是加護感染 這才是贊同最大眾 當然是這樣 我們從那個 最最重要先處理 處理完 到最後才處理市場 你看我們現在市場 我們也不是說禮拜一到禮拜七 我們其實 強勢管理只有六日 為什麼 警力不是無限 這個真的要做 所以是這樣 政治是這樣 一旦下命令 就能夠執行 所以政治的核心是執行力 不是喊口號 就是說 我說要下這個命令下去 就能夠執行 你要知道我們台北市 現在公有場館要管制的就79個 那個市場不是說每一個都像現在那個南門中紀市場 這幾個出入口 這樣很容易 有的勢通勢打 管理也不是那麼簡單 所以 政治要務實 我們要不要隨便 隨便就下一道命令 然後就 讓警察 市場處的這些公務員跑來跑去 所以我們現在是 我們現在也是這樣 既然疫情慢慢在控制 我們就一步一步越說越緊 我們開始把這個 一種小群聚 其實我們在 Google Map上面發現小群聚 我們也一個一個把它消滅掉 那台北到現在為止 市場不是我們 感染的阻力 這個我們看起來 我們做疫調看起來不是 不過市場還是一個 有風險 而且我們檢查過 禮拜一到禮拜五還好 反正是第五日 所以我們就 按照 按照我們的 成本效益 一步一步來控制 所以 我們都會 人家講的 我們聽一聽 該做的 我們自己內部也會評估 所以我們都會做 做得到就做 一步一步去做 打印 否則